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跟大家開直播 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棒很棒的 殊勝的加持物 首先呢 我們要了解到 每一個人呢 都是一個小宇宙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小宇宙 那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對應到一個大宇宙 那這個宇宙的大小呢 就決定了你的高度跟你的運勢 也就是你的格局 那如何要把自己專屬自己的宇宙能夠擴大 而且能夠綻放出耀眼的光芒呢 現在就是所謂的末法時代 所以每一個人呢 都會有很多的障礙 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不平衡吧 甚至有很多的貪嗔痴慢疑 會侵擾我們自己的身心 所以我們自己要知道 你散發的是什麼能量 你吸收到來的就是什麼能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這個 那因為大藏經剛圓滿了 真的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內心真的是無比的感恩 我這一次呢 有親自接待到德國來的朋友 他是專程來參加大藏經的 然後也有加拿大好幾波的朋友 那個新加坡 新加坡好幾波的朋友 馬來西亞 香港 還有澳門 那甚至也有從瑞士回來的 從日本回來的 我真的覺得 何其榮幸能夠參與這個聖會 所以我常常說大藏經的成功 不是我一個人的成功 實在是有你們這麼多 很支持我 很支持佛法 很真的心中有大愛的 有大格局的 有大宇宙的人 來參戰這樣子的法會 那當然也有很多第一次聽到 然後第一次來 感受到現場非常滿的能量 然後跟我說 老師我期許我明年可以當大功得主 我說祝福你賺大錢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那每一年在大藏經的時候 我就想說 能夠給大家什麼 一個很殊勝的加持物呢 尤其今年是滿12年 12年就是一個圓滿 12生肖 12個月 一天有12個時程 它都代表是一個圓滿對不對 那在圓滿的時候 我有什麼是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跟大家來結緣的呢 那我就想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寶石 這個寶石呢 就是有皇帝自古以來權貴的象徵 它就是清金石 因為清金石的藍呢 在古代它就叫做地青色 皇帝的地 地青色 那你知道嗎 五行是屬於水對不對 然後水為財 那清金石上面有彩金 所以那不是瑕疵 有些人說 老師我的清金石上面 為什麼有金金的一小塊一小塊的呢 因為呢 它就是彩金 那彩金在什麼地方不一定 像我這一塊就很漂亮 它的彩金呢 是好像流水 看背後就很清楚 你看它像流水一樣這樣子 流下來有沒有 哇 川流不洗還有兩條 正財跟偏財都有 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清金石 那清金石就是金生水起好運到 自帶彩氣 那古代呢 是只有帝王可以佩戴 所以又叫帝王之石 它是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力 跟至高無上的地位 那我就想說 找到了這麼好的清金石 我應該做些什麼呢 然後我就想我是命理老師 命理老師呢 最常講的就是風水 十二生肖的磁場要怎麼變好 怎麼轉運 然後我接觸藏傳佛教之後呢 更高興的是 原來藏傳佛教呢 最重視風水 藏傳佛教要蓋廟啊 要蓋房子都是要看風水的 還有呢 藏傳佛教也很講究十二生肖的運勢好不好 有沒有遇到太歲啊 還有八卦的方位 那這是誰設計的呢 這不是我設計 這是蓮花生大士設計 他把印度西藏跟漢 所謂的漢就是中原的這種傳統的民俗文化 加上佛法設計在一起 就像佛教裡面有龍天護法 他是護法神 可是為什麼需要他呢 因為諸佛菩薩在禪定的時候 所有做的事業都是龍天護法在幫忙 所以我們呢 也需要這些護法神的幫忙 於是呢 我就把九宮八卦這個呢 做了一些結合 結合這個最上等的地青色的青金石 來做了一個九宮八卦 我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圖 我想分享給大家 平常呢我們會帶很多的飾品 但是呢 這一個飾品呢 可能一個可以比十二個 甚至更多 為什麼每一年我們都會犯太歲 我現在給大家 這個字卡不能給 可以可以可以 不是它是翻面的耶 對 手機會翻面 手機會翻面 對 好 那首先呢 這上面有一個羅侯新軍 羅侯新軍呢 它也簡稱太歲新軍 但是它的太歲新軍 不像我們的太歲新軍 是每一年會有一個太歲值班 它是十二年的太歲新軍 一定有羅侯新軍 那這個羅侯新軍在上面 就等於是我們的守護神 那你看喔 它是掌管日月星辰 年月日時 它可以化解流年的諸多障礙 避免意外破財的發生 然後有十二生肖 這個十二生肖呢 就象徵了相生相合之力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生肖 每一個流年都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可能就是有時候你今年要佩戴什麼 明年要佩戴什麼 可是這個九宮八卦最好的地方是 十二生肖都可以佩戴 在西藏在印度有很多的貴族 他們都會佩戴在 像我這樣子戴成項鍊 或者佩戴在腰間 就這樣子 就像古代的皇帝這樣佩戴在腰間 他就是去到哪裡 避免一些風水的侵擾 或者一些沖煞 或者你的生肖 又有可能 你這個生肖今年是沖到什麼 你犯太歲有幾個生肖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他的範疇 另外還有九宮八卦 這個是可以除去 家裡的風水不良 比方說你家裡的風水有剛好怎麼樣 他是可以強化除脹除煞的能量 打造完美的自身結界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小宇宙 我們要迎接我們的大宇宙對不對 可是在這個時候 還是會有很多的小人 還是有很多不好的力量來干擾我們 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保護自己的磁場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結界的能量 而這一個 就是剛好可以幫我們做一個結界 然後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推薦 那這上面有 就是六道眾生 那這六道眾生 就是需要我們發一個慈悲心 去度化他去超度他 那我們不一定能夠超度所有的眾生 可是我們可以回向給我們自己的冤親在主 讓我們的小人少一點 然後祝福我們的小人長受健康 然後也祝福我們所有我愛的人 支持我的人 愛我的人 都能夠越來越好 越來越棒 然後還有我們的祥課的十字金剛柱 那背後呢就是十字金剛柱 那這個十字金剛柱呢 就是可以破除一些無名的障礙 讓我們的事業可以順利 我相信人的一生中都會有很多的事業 你都有很多人要照顧 比方說 你像我有很多客人就說 老師我有賺錢呢 可是我覺得我的孩子都不聽我的話 我心情常常不好 或者是我的老公呢 常常都是注意力都在外面 都很少注意到我 我剪了一個短頭髮 我老公竟然沒有發現 三天都沒有發現 然後他自己就很傷心很難過 不要難過 我覺得女人要自強 就是我們自己要先愛自己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給顧好 那所以呢這一個呢 你知道我多用心 我整個大葬金的法會呢 我天天戴著這個 有時候有露出來 有時候沒有露出來 我給大家看 分享一下 我在法會裡面很莊嚴的照片 這一個呢 應該大家看得到 這個就在大葬金 你看我後面是一個玉佛 我就在佛的前面呢 就在這裡跪拜祈求 所有帶到這一條項鍊的人 都能夠有平安健康的身體 所以出入呢都非常的吉祥 不要有遇到什麼意外事件 所以呢就是我內心有很多次的祈禱 有很多 來你看我在做任何儀式的時候 我也帶著這個 有時候會他項鍊有時候會跑到我的身體裡面 有時候呢就會秀出來 好然後呢我心裡就是一直在念經 因為在大葬金的現場嘛 只要但凡我沒有在台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 要我很忙碌的我就會坐在位置上 即便我在台上我也會一直念經 那特別是因為這一次的 第十二年的大葬金不是一般的大葬金 我們到最後一天呢 有一百個身眾 一個法王加一百個身眾 那我們其中有三天呢 我們有閒教的談 我們有八十八佛紅明寶燦 我們有藥師寶燦 我們還有地藏王菩薩的談成 這一個呢我就把它放在藥師寶燦的談成裡面 三天的時間 而連續五天的大葬金呢 他也都在會場 所以等於是有五天四夜八場法會的加持 同時呢我還設計了一個平安寇 現在大家不是要平安 而且呢這個平安寇呢 也有賺錢的意思 因為呢他是賺偏財 然後呢我很喜歡帶兩邊 大家可以看我在法會期間都是帶兩邊 然後帶兩個戒指 這個戒指很特別是 他是整顆的淡面的青金石 而且他兩邊呢有如意的雲紋 那我為什麼參加法會整個這樣子帶 非常的莊嚴也非常的濃重 其實最主要我就是希望 可以幫眾生祈福 因為我知道呢 我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說 他們自從得了COVID-19 雖然好的但是後遺症很多 有人因此憂鬱症發作 也有人因此呢 他的喉嚨講話聲音呢 就低兩三個音階 就非常的不舒服 還有一些人呢 一稍微忙一點點 那就胸悶的不得了 那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的腰痠 其實這個都跟他得了這個病 有一些後遺症也有關係 那當然本來我們末法時代的眾生 就是會有很多的無名病 那你不舒服 那你不舒服 所以我常常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要把能量拿回來 要對自己有信心 帶一個自己覺得很棒的一個寶石 保護自己之外呢 也給自己創造一個很好的結界 我們不要去害別人 我們也不要去批評別人 可是當被別人攻擊 或被別人害的時候呢 我們至少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這是我特別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今天呢就是整組的產品 因為大家知道呢 為了貝馬央金音樂會呢 我已經是全力在 怎麼講 我已經全力在集訓了 我等一下下了節目 我就會立刻去 BABY老師家開始集訓了 那我今天非常高興是 正宜 她跟我一起參加 而且她還特別來參加 她特別來檢查我有沒有把這個放在 那個鑰匙寶燦的前面 老師真的是整場法會啊 因為這是我去現場跟老師合照 對 然後呢老師真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 老師身上喔 她其實有時候是掛在外面 有時候是佩戴在裡面 可是老師真的就是把我們今天 清金石的這個有沒有 給大家她隨身戴身上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整場 因為她會跑來跑去啦 對 然後等於就是整場我們五天八場的法會 對 所有能量的聚集 全部能量都集中在這裡 因為到那個法會現場 你真的覺得 雞皮疙瘩 對對 有些人一進來說 老師我頭暈 還有一個人比較嚴重 他說老師我頭暈 有一天想吐 我說你吃不吃太多 他說是啦 我剛剛還吃那個飯糰 還吃蛋餅 我說你可能去吐掉會比較舒服 有時候你的身體就是有一些 很自然的反應 就是告訴你說 現在可能不乾淨 現在可能怎麼樣 要做一些什麼處理 但都是好的 那個客人他去了廁所 會出來說 老師好舒服 現在神情氣爽 很開心 因為像我也跟同事一起去 然後呢 大家就是覺得說 他們來三四個同事 對 真的我們就是好多人一起去 然後就是有體質比較敏感 對 他就覺得很疲倦 他就覺得說到了那個會場之後 沒多久很疲倦 然後也是有老師說的就是 頭暈想吐的感覺 對 可是他真的吐完之後就說 老師好好喔 他就覺得他這一陣子以來的那種疲憊感 神情氣爽 立刻就消失 你知道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消夜障 所以很迅速 對 很迅速 因為大仗經是七世福報 對 所以我想有很多人想來 但沒有辦法來 對 所以我們少少的數量也不多 所以等一下喔 在1點26分 1點26分可以趕快下單 那1點26分如果已經有電視的話 我們是在Momo的一台 大約是47頻道 看地區有的47有的48 他現在如果沒辦法看電視 你就可以下載Momo的App 有App你就可以直接進去訂 因為這個數量很少 而且我今天還有送一個很特別的 對 趕快拿來 你知道我們最後一天 大家為了排隊來領金剛沙 水洩不通 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去跟佛學會呢 A了一點點 佛學會還不給我說 我們都不夠了 還給你 我說拜託給我一點啦 我Momo的貴賓 這個金剛沙就是現場的那個坦承喔 現場的坦承喔 我都有去喔 然後老師 這個金剛沙就化掉之後 幫我們裝在這個小圍館裡面 對 這一小瓶你不要小看它 我先講要怎麼用 如果你覺得最近運氣實在不好 打開之後呢 撒一點在頭頂百會穴的頭髮上面 不要整瓶撒喔 因為只有一瓶喔 對 一點點幾瓶就像鹽背 這樣就好 你身體不舒服 你現在要去醫院 或者你有慢性病 你要定期去拿藥 嗯 或者你今天要去繳罰單要幹嘛 你就撒一點點金剛沙在你的頭上 是 回家晚上的時候就正常的洗頭 把它洗掉 就過了一個節 真的 只有這一瓶 只有這一瓶 對 效果非常好 對就是當然有病還是要看醫生 但是今天是你不用去排隊 因為那一天真的是人山人海 那一天呢 我家人要來看我 他們進不來 我想去外面跟他們排隊 我也出不去 那大家呢 哇 排隊一千多人 就是為了要領金剛沙 那今天某某的貴賓是不用排隊的 不用排隊 但是不好意思 數量很少 因為 然後這個呢 如果家裡有寵物生病 或者家裡有人生病要往生 知道快往生了 頭頂灑一點 喉嚨灑一點 胸口 應該說心臟胸口 心臟這個地方灑一點 三個地方灑完之後 他不會下三二道 這是諸佛菩薩的明說開示 所以這個金剛沙 他就是釋迦摩尼佛的淨土 就是釋迦摩尼佛的坛城 那如果你都沒有倒霉 你也都沒有家人遇到生病 你這一瓶也可以供在佛堂 或者你隨身帶就是保平安 就這樣子 隨身帶就保平安 OK 那我不能再講 沒有什麼 我們在1點26分 1點26分 然後呢趕快再我摸摸一台 等一下你就可以趕快下單 數量真的很有限 真的很少 然後今天就是跟大家接遠這一瓶 金剛沙 真的 趕快把這帶回去 所以加油喔 加油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沒有人幫我按 我沒有人幫你按摩 沒有人幫我按摩 我按摩 好嗎